今天主要谈两个话题 第一,5月5日,中国领导人开始了访问法国、匈牙利、塞尔维亚这三个欧洲国家的行程 此前,我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有关这次行程背景 今天,主要来谈一谈访问期间可能会增加哪些行程,又会有哪些期待和挑战 第二,我们来讲一讲,俄罗斯昨天突然宣布要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件事 俄罗斯对泽连斯基的制裁究竟有没有效果 和去年西方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的制裁相比 有哪些一同之处,我们可以一起进行思考 以使未尽,可以置心地,以人未尽,可以明得失 欢迎订阅老海说史 长话短说,第一个,正如之前所预告的那样 5月5日,中国领导人开启了一连六天出访欧洲三个国家的旅程 巴黎时间今天下午,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他将抵达巴黎 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这次出访的三个国家 基本都是欧洲内部对中国相对比较友善的国家 塞尔维亚就不说了 他应该说是中国在欧洲的一个铁哥们 中国护照能在欧洲内部得到免签 主要就是因为塞尔维亚 匈牙利虽然被欧盟国家视为欧盟中的艺术 但他对中国却相当友好,坦率地讲 这与匈牙利现任总统欧尔班本人的价值观 形式风格和基调不无关系 欧盟前几年对中国一些内政问题做出的所谓的决议 基本上都是被匈牙利一票否决 在欧盟内部,匈牙利被称为艺术 在北约内部,土耳其被北约其他成员国视为艺术 虽然两国都是艺术 但我个人认为,如果从势力平衡的角度来看 这也不是为一件好事 这次中国对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这两个老朋友进行访问 我个人认为是势在必行 尤其是塞尔维亚这个身处南欧的铁哥们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中国领导人到访塞尔维亚正值中国驻南联盟使馆 被北约误炸 整整25年周年 1999年5月8日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导弹以物鸡为名击中 有三名新闻工作者因此牺牲 如今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 当年中国跟西方虽然关系有裂痕 但从上到下 中方对西方还是抱有相当大的期待 经过那次所谓的误炸事件 很多的中国年轻人第一次对西方喊出了不民族主义情绪 爱国主义热情也开始高涨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25年之前 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无疑是一个转折点 当然 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 我并不在现场 但这件事发生前几个月 我一度在欧洲进行采访 去过匈牙利 去过奥地利 也到过一些靠近前线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 时间一晃 已经过去25年 这次中国领导人到访 双方想必会在共同的记忆和情感基础上 举行一些纪念活动 而且身处南欧的塞尔维亚 目前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 美国内部至少三四年之前就已经有战略 要与中国争夺 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南欧国家 所以这次中国领导人到访塞尔维亚 除了情感纽带 也有战略上的博弈 当然 这次访问的关键还是法国 用法国自己的话来说 它是老欧洲 但马克龙无论是个人雄心 还是承袭的戴高乐主义传统 以及法国对外政策都相当有所不同 尤其马克龙的第二任期 即将走向下半段 他个人的雄心 也就是所谓的战略自主性 又开始显现 有关这次访问的背景 我们能看到几个不同 第一 从整体上来看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 进行所谓的反补贴调查 增高关税的声音 还在甚嚣尘上 甚至一波高过一波 而始作俑者 就是法国车企 所以 这次访问中 法国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在中国领导人抵达之前 欧盟高级官员 博雷利曾表示 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个 超级大国的能力 实力 雄心等等 而这句话背后意思 其实就是为欧盟与中国 进行某种程度的博弈做铺垫 对此 我们当然希望是良性健康的博弈 但并不排除 会有一些战略性的博弈 而在这个过程中 法国在电动车问题上 到底是和态度 就很关键 第二 从战略自主性方面来看 中国方面肯定是对法国方面抱有期望的 尤其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一月二十七日 中法两国无论是领导人 还是外长 在未建交六十周年制贺词时 都用了很高级的语言 但是根据之前透露的消息 法国总统马克龙明天要邀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到巴黎 冯德莱恩这个人我们知道 他是亲美的 但去年中国邀请马克龙访华时 马克龙也叫了冯德莱恩和他一起 结果我们也看到了 去年冯德莱恩来华时 中国给了他礼遇 但最后中国领导人亲自陪同马克龙去了广州 并在中山大学进行了演讲 至于冯德莱恩则是早早的就让他回去了 坦率的讲 马克龙去年的举动和今年邀请冯德莱恩的目的如出一辙 这说明小马哥有时候底气也不足不太硬气 所以一有什么事 他就要拉上欧盟委员会 打的算盘就是有功了自己想 因为是由法国倡导的 但要是有错了 大家就一起抗 据悉 五月二日晚上 马克龙夫妇宴请了当时在巴黎度假的德国总理 朔尔茨夫妇并在私人晚宴期间密谋 邀请朔尔茨参加5月6日中法领导人进行的会谈 据说 朔尔茨已经答应出席 如果有关朔尔茨的消息是真的 那这次会谈就很像2019年3月份 中国领导人访问欧洲时举行的会谈 当时也是中法德欧四方 只不过当时欧盟的代表是荣克 德国代表则是默克尔 理论上举行四方会谈也是好事 第一 上次会谈已经是五年前 中间因为疫情也隔了三年多 并且疫情的物理间隔 还是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距离 第二 朔尔茨在最近一年半时间里接连两次访华 马克龙去年也来华进行过访问 所以德法两国现任领导人 本身和中国交往是不错的 虽然德法之间有矛盾 但这是他们内部的问题 即使他们对待中国问题的切入方式也不同 但在整体战略上基本是一致的 至于会谈的问题 主要还是处在另外一个德国人冯德莱恩身上 虽然是德国人 但冯德莱恩现在执行的完全是一条亲美政策 所以即使有四方会谈 比较麻烦的也是因为冯德莱恩 对此 我们就是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用我们领导人的高瞻远瞩 见招拆招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明天会谈的内容 一个是电动车 另一个就是中国对法国寄予的期望 但第二项内容是否会提上议程 我们尚不确定 理论上 不管是中法还是中欧 都要认真探讨一下 如果今年11月特朗普上任 美欧关系 中美关系 尤其是中欧关系将如何走 要知道 欧洲内部最近在密集辩论 有关特朗普上台的内容 因为万一特朗普上台 美国很有可能会退出北约 或至少要减少北约对欧洲的防务支持 届时 欧洲的防务谁来管 尤其核力量由谁管都是问题 从欧盟各国来看 英国已经不是欧盟成员国 而欧盟成员国中唯一的核大国就是法国 那么到底是让德国自己发展核武器 还是让法国给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欧盟成员国提供和保护伞 这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目前来看这个问题好像很虚 但可能性不是没有 所以有关问题 大家可以在领导人对欧洲进行访问时进行一路观察 再来说说第二件事 俄罗斯方面突然传出消息 要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这意味着俄罗斯要对泽连斯基进行空中禁运 也就说泽连斯基所到之处都不能受到接待 俄罗斯此举 应该说是对去年俄罗斯总统普京造西方国家制裁的反制 要知道西方国家很早就制裁了普京 并对俄罗斯领空进行了禁运 现在到欧洲 要是想经过俄罗斯领空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有时候飞机会绕绕行 当然欧洲航班不行 中国航班还是可以的 但也要增加费用 但这还只是其次 西方对普京的制裁最主要的还是去年三月份 国际法庭宣布要逮捕普京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国际法庭的逮捕令是完全不对的 而且国际战争各个都有自己的理由 但国际法庭却把普京定义为战争罪犯 当然中国是不理会国际法庭所谓的逮捕令的 所以逮捕令发出后 中国领导人还是果断的访问了俄罗斯 普京这个月也还是要到中国 但国际法庭的逮捕令发出后 确实有一百多个国家都参与了对俄罗斯的制裁 换句话说 普京现在不能涉足这一百多个国家 否则就会被逮捕 其中就包括去年举办了金庄国家峰会的南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南非就不敢邀请普京出席峰会 因为他要为西方马首是瞻 现在俄罗斯可以说是如法炮制 对泽连斯基进行制裁 但问题是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出台后 有多少国家愿意跟上俄罗斯的脚步 对泽连斯基进行制裁 且不说得到多注师道寡注这些 有价值观和情感色彩的话 至少我相信中国可能并不会跟随俄罗斯行事 因为中国跟乌克兰还是有比较好的合作关系 当然从逻辑甚至个人情感上 我们可以理解俄罗斯方面做出这样的制裁措施 但我想说制裁的效果一定是有限的 因为俄罗斯缺乏制裁的能力 至于缺乏能力的原因 则是因为没有一个国际上的伙伴 或大批朋友愿意跟着俄罗斯走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见